眼前的这座墓葬在上千年时间里吞噬了八十多条人命 堪称中国第一凶墓 就连专家都差点命丧于此 传说下面埋葬着珠宝无数 但所有牧名而来的盗墓贼都有去无回 安静地躺在了洞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墓主人究竟是何等身份 怎么敢在秦始皇陵面前称自己是第一凶墓 时间回到2004年4月的一天夜晚 几个鬼鬼祟祟的黑银打破了河南省上菜县锅庄村的寂静 只听见一处山顶上时不时发出轰隆的剧情 等到第二天一早 村民们在山顶上意外发现了一个大洞 这才意识到昨晚上可能是盗墓贼广谷 关注我的牢坟都知道 地上的是不闻不闻 地下的是随叫随道 当专家赶到现场拿洛阳产初步勘探后发现 这下面竟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座高级墓葬 而且规模异常庞大 专家猜测这下面应该埋着一位帝王 但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道路 考古队员实在是高兴不起来 如此大的墓葬该从何下手 想要完好无损地打开这座墓葬 一定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一旦操作失误 盗洞塌陷就很有可能前功尽弃 但出于对其中文物的抢救心切 考古专家还是决定 对墓葬展开保护性发掘 但考古工作才刚刚开始 意外就发生了 盗洞突然出现了塌陷 好在考古队员反应迅速撤了出来 才没有人员受伤 要不然可就得不偿失了 等众人从事故中冷静下来 才发现这座墓葬 和以往发掘的墓葬大为不同 这下面竟然不是土 而是厚厚的流沙 怪不得考古队员险些丧命于此 专家惊叹参加考古行动这么多年 这流沙墓还真是罕见 但也并不是没有 在河南的徽县 就曾发现过一座 用沙子填埋的墓葬 被称为击沙墓 传说江子牙墓葬就是这种 里面机关重重 盗墓贼都有去无回 设计这种墓葬结构的人 还在沙土中填入石块 如果有人深入墓穴 那么石头就会顺着流沙滑落 把盗墓贼困在其中 此时此刻的专家激动不已 虽然风险很大 但考古价值也随之更高 专家将会如何挖掘这座古墓呢 如果这真的是一座击沙墓的话 证明墓主人的身份一定非同一般 里面肯定埋葬着众多珍贵的文物 而且这类墓葬有很好的防盗效果 里面的陪葬品很有可能还保存完好 不过该如何发掘这座墓葬 眼前的这座流沙墓 已经夺走了八十多个盗墓贼的小命 没想到考古专家为了探索新大陆 还是毅然决然地下到了墓 专家初步推测 这是一座帝王墓 埋葬方式相当古怪 里面可想而知埋了多少稀释针泡 考古队经过开会商讨后 决定用挖掘机将上层的风土堆 全部清理干净 没想到随后的景象令众人大吃一惊 在流沙的下面 竟然还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黑桶 考古队员又从挖出的一块 东汉时期的青砖推断出 这座墓葬被大规模的盗掘过 其实这种现象在东汉时期并不罕见 看到那个砖的话 你就为什么有点有点有点发傻 因为知道这是东汉的 东汉的盗盗还很有经验 你看那么宽啊 这十米了这还不到屯 那个那么宽度 把这上面的口全部铲掉之后 咱们整个墓室是27米 因为当时候兵荒马乱 很多军队就靠盗墓来补贴军饷 甚至还为此研究出了一套 极为高超的盗墓技术 比如为了防止流沙滑落 用木板搭了一个三角形构建 这样即使石头掉落也不会有事 有时候不得不赞叹古人的智慧 随着上端流沙的清理结束 墓葬的基本结构也显露了出来 然而当专家定睛一看 里面既没有棺谷 也没有陪葬品 难道被盗墓贼洗劫一空了吗 还是这本来就是一座 用来迷惑盗墓贼的空墓 专家一时间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费了这么大的劲 结果一无所获吗 就在众人唉声叹气之际 墓葬下端竟然又发现了一层流沙 难道事情还有什么转机吗 考古队员二话不说 继续往下深挖 一些红色图案逐渐显露了出来 这竟然是古人精心设计的一个障眼法 真正的古墓还在下面 让我们继续一探究竟 河南京县中国第一吃人墓 累计八十多个盗墓贼 因为垂涎墓中的宝物而命丧黄泉 专家明知山有虎 天象虎山行 没成想歪打正着 揭开了一个千年天去 在清理完上层的流沙后 该有的棺果和陪葬品都不知去形 空空如也的墓 让专家不由的愣了身 就在这时 有队员发现这下面 竟然还有一层流沙 换作一般的盗墓贼 在第一层流沙时 就被喝退了 但这次遇到的 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考古专家 于是过关斩将 挖流沙般巨石 功夫不负有心人 真正的古墓终于显露了出来 出土的尸骨上裹满了金箔 安静地躺在墓中间 各式各样的陪葬体应接不暇 看得人眼花缭乱 仅传说中价值连城的大金顶 就出土了五个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怪不得墓主人要大费周章 设计如此多的陷阱 那墓主人究竟是何身份 就在众人未出土的文物古董兴奋之际 考古队员从主棺旁边 清理出了十三具尸骨 经鉴定这些尸骨 都来自于年轻女性 棺材周围陪葬满满 略显奢华 但打开主棺后 里面却是不一样的景象 墓主人的尸骨不翼而飞 仅剩地半块头骨略显凄凉 随之陪葬的也仅有一把青铜剑 而且秀气斑斑 那墓主人的尸骨究竟去了哪里 就在对周围进行细致清理时 陶部队又发现了 用木板搭建的三角形通道 说明有盗墓贼成功进来过 并且还盗抖了一定数量的陪葬品 但此刻去追踪 已经无济于事了 专家开始着手研究那半块头骨 发现里面的牙齿竟然还保存完好 说明墓主人逝世的时候 应该正直壮年 陪葬的青铜剑上 还刻着一些类似吉祥如意的名文 但其中的镜丝二字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因为一般只有王室贵族 才会这样称呼 在结合尸骨上面裹挟的金箔 与楚国王子墓葬中 发现的基本遗址 由此推断 这座墓中埋着的 应该是楚平王的孙子 这里面还有一个传说 当时楚平王听信谗言 杀了吴子虚的亲人 后来为了报仇 带领吴国的军队 将楚平王的尸体挖出来 抽了三百鞭子 即使你人没了 也不能让你好过 这对于楚国王室 可是莫大的羞辱 所以墓主人才会出此下策 设下机关 防止被仇家羞辱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留言在评论区